大家好我们又到了方案点评的这么一个环节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说的这个就是比例跟比例尺的关系 很多设计小白呢 总问我说宇哥你看这张图这个比例是多少 我没法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如果是按照这个同学的这个这个方案去来做的话 他上面写着1比100的这么一个图 那1比100这样的一个图的话呢 应该是一厘米等于一米 对吧 但是呢你给我这张图 你要知道我这是电子版的 它不是实体读指实体读指的话 我可以用格尺出来量 但是这种电子版的话 你告诉我这一厘米到底是多长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做方案设计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用的都是比例尺 特别的快速跟高效 就是说呢 假如说这边它设计了一个就餐区 我不太清楚它这样的一个尺度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比例尺快算的换得出来 比如说看一下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三米宽 四米长的这么一个空间 对吧 12平米 对吧 那我在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脑海当中 有可能我就会建立一下 它的这个尺度感 但是你通过比例的话 你这个东西没法换算啊 因为你这个图纸的话 这大小 这个一厘米是多长 我不知道啊 所以的话呢 希望这个大家清楚 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 用比例尺要更方便一些 当然在这个图纸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就是这里面缺少了这个节点 跟这个交通的一个表达 那这个不算是一个完整的衣草 也需要这个同学的话呢 再去来完善一下 好吧 那我希望大家以后就清楚要知道 这个比例跟比例尺的区别了 好吧 不要再犯这种很业余的技术错误了 这种很业余的技术错误了